《三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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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是三合一 三個班級 合在一起 一個是戲劇系的劇場技術 一個是戲劇系三連體的布景設計 一個是傳播學院的影視美術 三合一 然後今天難得有機會 來看參觀三立的三重攝影棚的場景 那我們現在主要要看的是 要參觀的是 現在在三死頻道播出的 那個戀愛靈居裡 靈是靈居的靈 靈居的靈 好 那麼各位手上都有兩張平面圖 那麼之前也有 教各位看那個平面圖的一個配置 所以等一下進去的時候 可以對照 順便了解一下 平面圖跟實際上的情況 實際上的景片門 那麼在平面圖上是什麼標示 看一下 好 等一下進去的時候 把握幾個原則 第一個不要喧嘩熄鬧 第二個就是說 所有的東西可以看 可以拍 不能碰 No touch 不要碰 因為這個都是 橙色啊什麼掛號 拍戲要聯繫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來囉 好 都進來了嗎 OK 都進來了齁 好 好 各位可以看你們那個第一張 這個 這是 A棚的 A棚的 有一個叫 黃火像 黃火像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樣子 你們看一下平面圖 OK 對 你們看那個圖有沒有 有另外一片這邊有窗戶有沒有 對 窗戶就是這邊 有沒有 北家 北家的陽台 這邊是墨家的陽台 他們 相對的鄰居 那其實它是設定在大概五六樓之間 所以它鏡頭要卡在這邊以上 陽台上 彈琴說愛 這樣子 好 這邊就是我們來進來神家的場景 好 請進 可以看平安 但是不要碰東西 這個東西都要碰 然後進來之後 這是客廳區 客廳區 客廳透餐廳 客廳透餐廳 你們可以看一下平面圖 有問題可以問 客廳透餐廳 讓各位注意看 各位往後看 如果鏡頭 從這邊擺過去的話 可以從客廳透餐廳 透到對面的陽台 有沒有 有沒有 對 這就是那個 穿透性 就是場景的一個 一個穿透性 景片的部分 大概沒有什麼 大概都是照圖這樣子 那至於道具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 我們在平面配置之後 實際上在擺設的時候 有時候會 因為導演或攝影的需要 會做一些調整 所以道具的部分 就不是像圖那樣的位置 那麼正確 其實都是有彈性的調整 那景片的部分是不會動 因為固定都搭好了 這個牆就是用真正的那個石頭 文化石 文化石去做的 因為現在拍那個電視 都是用HD 已經是HD了 所以 我們都盡量用真實的東西 它才有立體感 那麼早期不是HD的時候 我們會用貼壁紙 遠看是像立體的 近看就是壁紙 那現在就用真實的 因為有時候它會特寫 它坐在沙發 Close out 特寫的時候 這個就很真實 我們盡量就是讓它 跟真的一樣 就是用 先搭木頭 再把石頭插 對 它整個結構其實是木頭 木頭甲板 然後再做貼壁紙的處理 或者是刷那個粉 刷那個油漆 塑膠漆 這個牆壁會是空心的嗎 牆壁當然是空心的 是空心的沒錯 都是空心的 因為它不可能用真的水 太恐怖了 而且這個場景 通常就是說一個戲結束之後 就會拆掉 因為新的戲要進來 它會整個拆掉 所以我們就會盡量就是用 主機要扣還是就是用木頭 三角板這樣弄起來 那有時候因為預算的關係 比較遠的部分 鏡頭通常從那邊帶過來 比較遠的這個部分 磁磚我們會貼輸出 它不是真的磁磚 因為預算的關係 我們就貼輸出這樣子 這個水龍頭跟瓦斯爐可以開嗎 可以 它實際上它那個 有沒有瓦斯桶在這邊 因為它有煮菜啊煮飯的戲 劇情的需要 劇情的需要 因為我們就盡量讓它生活化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 左邊這些東西都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這個都是可以用的 弄咖啡啊什麼的 都可以用的 它有一些是假的 沒有裝那個管線而已 那麼水的部分 如果要水的部分 我們會臨時去沖背面 通常水的做法有兩種做法 早期我們是用那個回流的 可是回流就是 會有那個馬達 生問題 後來我們想說 反正洗手就可能 十秒鐘二十秒的戲 我們就從後面拉管子 然後弄個那個大的桶子有沒有 裝水 然後打開它就有水 但是不能錄太久 可能二十秒三十秒就沒水了 對對對 所以 一夾亂針 可是畫面上看起來像針 真的有水 所以 電動沒有問題 好這就是 客廳跟餐廳 那麼在攝影棚裡面搭檢 跟實際上的景最大的差別是 攝影棚裡面的景是我們 設計師可以根據劇本的需要來做規劃 那麼他就可以做得比較穿透性 實際上我們去真正的房子 公寓去租來的那個場景 可能就沒辦法 如我們願那麼穿透 所以排起來會比較平 那這個就排起來就會比較立體 空間會比較平 老師那個冰箱裡面為什麼要有真正的東西 因為生活化 就是有時候他真的要從冰箱裡面拿東西出來 然後實際上我們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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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我們冰箱 它正常的話以前 應該現在還是開著吧 有有有 我剛剛有開 對 它是真的是 水果是真的 水果是真的 對 這是真的東西 那這個有兩個用途 一個是拍戲用 一個是劇組人真的口渴 拿來喝這樣子 那因為它是有插電 所以它隨時保持冷藏的狀態 房間 這是一個姐妹房 陪家的一個姐妹房 好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知道嗎 它原來就是 原來是一個衣服 那這邊就是做 鏡頭的位置 它打開之後 做鏡頭的位置可以幫你戴 火車的話 如果是真正的家裡的話 它就是一個櫃子 你就 機器整個都在這邊拍 它可以從這裡拍 它可以從這邊拍 然後呢 這個東西 到時候可以拖過來這邊 組合 組合好之後呢 掛好衣服 掛好衣服的時候 你就多一個角度 就是說 你從那邊來 選衣服有沒有 你要出去約會了 在環繞 要選那個衣服才好看 就可以有這樣一個 主觀的一個畫面 這就是Studio的好處 有一個主觀的畫面可以拍 女主角在這邊看書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拍照她的比較 那個的畫面 所以我們這邊是一個活的東西 它是一個活的 這邊是一個活的 到時候可以拆下來 有沒有這塊 可以拆下來做機器的位置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都會適當的去挖洞 然後做機器的位置 或者是給燈光打光的位置 現在都流行 就是在裝潢上流行這種暈光 看起來比較柔 比較舒服 暈光有沒有 就是說我們 那個光 是光源本身半遮掩擋住 因為你要是看到真正的光源會很刺眼 所以擋住之後就做這種暈光的感覺 老師上面這個毛皮的設計是為了凸顯它什麼 這個東西是貼壁紙 那就凸顯它的那個就是 因為它本身 很有錢是不是 對 它是有錢人 就是用這種皮的感覺 一個就是價值 有錢人都喜歡用這種皮的感覺 凸顯它的財富或什麼之類的 那裡面所有的燈光 那你跟燈光是討論的嗎 不完全 基本上我們是在場景設計是設計 場景裡面的合理的光 就是一個房子裡面合理的光 但是因為拍攝需要 其實會有一點點小小不合理 所謂小小不合理 就是說照理 我們在家裡的這個光源 這種坎燈不會那麼多 可是為了就是說 這個區域 因為它沒有地方下燈 所以 我們必須在這邊再多一些坎燈 讓演員在這邊的戲 他要在衣櫥這邊拿衣服的戲 這光不會不夠 就是第一個我們在設計 以美術指導來講 這個場景的光 我們給它第一個是合理光 就是說假設這是真的房子 它應該有什麼光 這是合理光 然後再來一點點補充光 這樣東西像補充光 就是補那個燈源的不足 那接下來 只是說給燈光是一個 一個體貼跟考量 就是說其他的光 靠它怎麼來 就從窗戶 所以你注意看 我的房子 房間 至少會有一個窗 或兩個窗 不會悶著 會有窗 那窗就是給燈光多一個光源的位置 而且是貼那個描圖紙 貼描圖紙 就是讓它的光比較 對 其實不太合理 但是因為它 貼描圖紙兩個功用 一個就是不會穿幫 你要是那個玻璃的話 第一個會反光 第二個出去會穿幫 外面要花很多錢去處理 不管是輸出片還是什麼別的牆 因為預算的限制 就乾脆貼描圖紙把它解決掉 那麼第二個好處就是說 當它打光進來的時候 如果做過燈光 燈光的就知道 光如果從那邊打進來的時候 透過描圖紙它的光是比較勻稱的 如果沒有透過描圖紙變成一坨 會有一坨 不自然也不好看 所以就會有一個描圖紙來處理 那麼通常我們開窗兩個功能 一個就是給它光源 一個是CAMERA的位置 就是說你可以多一個CAMERA的位置 從這邊拍過來 就不會太急這樣就很急 你從這邊拍過來 又可以透過窗戶拍過來 有層次而且可以帶比較 那個畫面比較大一點 勉強這裡用 這是臨時用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衛浴 這是藍珠角的房間 藍珠角的房間 老師那個衛浴有很多種 那個設計的重點是什麼 照理 設計的重點就是抓它的level 有錢人 幾個階段的有錢人 the level 用什麼 會語 一般人 或者比較全的 會不一樣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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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實際要這樣子 那麼現實上有些時候 我們因為預算的關係 像這個都是以前的留下來的 可能上一檔系或上上檔系 留下來的 錯用 老師我看那個書 有的是假的 那個是去哪裡買還是怎麼樣 喔 有的是買的 有的是做的 來 對 各位同學 很輕 很輕 怎麼樣 很輕 就是說這叫道具書 這個道具書 那將來 有機會 可能下學去劇場 技術的 會 可以做 道具書 功課 就是我們怎麼做道具書 因為它只是擺好看的 它不是真的要拿來 拿來攤 只是擺好看的 所以呢 我們就會去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去救書攤 正經的那種 買那個殼子 然後把這個 拿掉 只有封面 然後再用那個紙板 就很像對不對 或者是用那個珍珠板 或者是用葡萄龍做裡面 這只是買外面的皮 對 只是買外面的皮 這個都是 那這個都是 都是殼子做 那自己做那個殼會比較棒 它的好處是輕啦 因為 你一個道具 你要搬這些東西 如果真的書真的很重 因為它只是擺好看 它輕 這個東西其實在劇場上也很好用 因為它輕 有些時候劇場 你那個 要換井的時候要推嘛 書歸推過來 井片掉下來 輕的話就很好推 重的話就很麻煩 因為它只是擺好看 那真假 去 有真有假 去混著用 如果真的要翻書 這就是真的書 那那個生活照怎麼 就是要特別在 要特別 有的不一定 你不特寫的話 還好 你不特寫的話 就 就無所謂 你要特寫的話 就要特別去拍 拍那個 你們 就是這個家庭裡面的一些生活照 他們出外景的時候 也會拍一下 就是也是美術的工作對不對 對對對 老師 那那個道具 你是不是平常有在收集啊 道具是另外那個 道具成色 他副長的副長 然後我再跟他們講一下 他們都 基本上就是他們會自己 根據 他們也會看文本 看劇本 看完之後 他們就把它弄好 弄好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哪邊要調整 這樣子 因為現在公共也比較細 所以 道具成色 他們也有他們自己 道具成色的專業 我們都先尊重它 我們會開會 討論一個主要的痛調 重點是什麼 之後就讓它自由發揮 然後擺好之後 我們再來調 大概是這樣子 老師這個階梯是怎樣 為什麼 這個階梯是因為 因為要將就這個陽台 如果沒有墊高的話 它鏡頭很難帶 因為我們設定它不是一樓 我們設定它是在五六樓之間 所以它演員必須要一個高度 然後鏡頭再上 或者下一點才 那如果這次電影的搭法的話 它可能整個高度沒有那麼高 我們要站在那麼高的上面 那個花錢 我們沒有那個預算把整個都搭高 正常的話要整個都搭高 它的磚是用真的 完全是真的磚 然後用水泥 有沒有 去把它鋪起來的 都是真的磚 好這就是裴家 就是這個 這個戲的一個男主角的家 好我們到隔壁 墨家參觀 為什麼浴室只有放三根牙刷 什麼 浴室啊 浴室只有放三根牙刷 他們家有幾個人 他們家有好多人耶 他們家五個人 我不知道 這個小地方我就沒有去注意 通常現在看不一定準 也許他正要拍的時候 他會再補充 對 他會再補充 好 這個就是 我剛剛講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把它搭高 搭高之後 鏡頭往下一點點 因為鏡頭不能帶到這裡 帶到這裡就穿張了 不能帶到地面 因為我們是設定它 它是 它是那個 在 古六樓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如果要帶一個全景 要帶一個long shot 女主角是這邊 她主角是這邊 我帶long shot怎麼辦 我一定會帶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們有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多了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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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過一下 幫老師幫忙一下 這邊這邊 好像把它推過去嗎 這邊沒有 就這樣子 然後鏡頭從這邊拍 有沒有 就擋到下面 遮住了 各位同學過來 你稍微蹲一下 蹲一下下 蹲一下下 有沒有 這邊就表示 另外一戶的陽台 然後你鏡頭 你蹲一下 鏡頭從這邊拍 你擋到地面的時候 我感覺它就是 它就不是在地面 它可能在五六樓 所以用這當前景 對不對 唉唷 來這招 不然怎麼可能全部搭上去 全部搭上去 全部搭上去 會撞到天花板 撞到那個絲瓜棚 所以我們就用這一招 那這樣也很合理 這表示說另外一棟的陽台 看過去 你用那個這個陽台擋住地面 鏡頭上蹲下來一點 擋到地面 它感覺上 它就是在高層樓的 那邊就是 演藝燈光要怎麼打 演藝燈光 它是兩個地方 它從這邊打下來 當作那個 從這邊打下來 一個就是這個 它的頂燈有沒有 如果說必要補光的時候 它會再補 客廳 莫家 可是這一片 這一片有什麼用處嗎 這一片 你等一下從那邊看過來的時候 就不會穿幫 好 這個是 女主角莫家的客廳 莫家的客廳 他的門就是 他就從這邊進來 OK 然後 客廳 好 剛剛有同學問說 外面那個 外面那個景片幹什麼 你現在轉頭看 戴過去不會穿幫 有沒有 戴過去就是另外一個社區 有沒有 那個是有用處的 戴過去是這樣 好各位看 你們從這個莫家女主角莫 從這邊鏡頭拍過去 也可以看到 看到那個對方 攔除腳莫 有沒有 有沒有 穿透過去 真的耶 真的喔 也可以穿透過去 所以 自己設計 自己在攝影棚裡面 設計場景 就有這個好處 你的空間 你是可以自己掌控的 你可以在一個 一個 攝影棚的位置 可以帶到 你要的 一個畫面的關係 那是不是有點像那個 電視電影的拍法 對對對 我們現在這個 三立 的滑劇 就是用電影的拍法 場景也是 那拍攝的方式也是 因為HD嘛 因為是用HD 所以他必須要求細緻 跟電影一樣 那個是什麼 哪個 那個 裝飾用的 又表示手印機 那些道具都是去哪裡找的 好特別喔 這個道具 我跟你講 這個道具就是 基本上就是說 現在的作業方式 是這樣子 就是 一部戲裡面 它分兩個 就是電視公司本身 跟外資單位 一起交 這種製作方式 我也不曉得 本來是內支 現在有點像 內偽製 就是內支跟偽製 一起 一起 一種BOT的概念 也不叫BOT 內支加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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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美術的部分主導 是我們等於是台內的 來主導 那麼這些小東西的 陳設是 是那個 道具公司 對 委外 委外 然後委外他們有 有那個美術道具公司 他們有一個卡車 他們自己有小倉庫 有一個卡車 然後他平常都收集 這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 到時候 有需要就 根據 對 根據劇本的需要 就一卡車來 就開始 白白白白白白白 那擺完之後我們就來看 然後就開始 開始 驕 開始驕 哪邊不是 哪邊怎麼樣 那弄完之後就 導演再來看 OK 沒問題就好 這樣子 通過完了 所以平常他們自己就要 對 平常自己就要去收集 去留意這些東西 或去做一些東西 對 你們拍幣次可以直接找那個 找那個公司 可是那個不少錢 之後我們會技巧性的在這邊 開個小窗 技巧性的開個小窗 然後到時候煮菜的時候 他可以把這個窗拿掉 記起拍他的表情 對 對 以後你們拍片可以這樣子 可以拍他的表情 或者你鏡頭永遠是在他屁股 因為他煮菜一定是這樣煮 對 然後你注意看 他這邊煮菜有沒有 鏡頭在這邊拍 然後可以穿透到那個陽台 跟這邊門進來 比較漂亮 所以整個空間關係就很厚 而且在戲劇的走位上就很厚 那邊煮菜 誰會來了幹嘛 趕快 回頭 回頭看一下 對啊 所以這樣攝影師 越人穿透越好 對 越人穿透越好 你就變成在一個鏡頭裡面 可以看到他們的相關的戲劇動作 為什麼不直接用同一種色系的 直接在那邊挖個空 然後要拍的時候再把它挖開 然後沒有拍的時候再把它貼 用個壁紙把它貼一些 也可以 也不是不行 因為開窗還滿怪的 也不是不行 不會啊 開窗的時候也可以多個光 煮飯的地方 其實煮飯的地方也還好 因為沒有錢 這裡應該要有個 這裡應該要有個 抽空機 對啊 抽煙機 可是現在有的就坐到 藏起來了 我們就把它探索是在裡面 那其實是空的 你看看這個櫃子可以用 對 對 來 這邊可以 從這邊看過去可以穿透到藍主角 對 那個 我沒有人 你們就是說 藍主角可以看到女主角 這邊到底在幹嘛 或者是藍主角可以看到女主角 到底在幹嘛 或者是藍主角可以看到女主角 這樣子的關係 因為他們就是很戀愛 很戀愛了不起 所以就是他的相關位置 我們可以掌控 這些相片就是要特別去拍 他講他們是大學的同學 怎麼樣 要去拍 特別去拍 這也是做道具的部分 然後這個他跟他媽媽拍照片 老師這個有算你的部分嗎 這個是道具層次的部分 就是道具公司那邊要附的部分 對 這個是主臥室 這邊戲比較少 這個就比較一般 這主臥室 這主臥室 你看 都有 至少都有 你看幾乎都兩個窗 幾乎都兩個窗 所以打光也可以 看他的那個 那個位置 基本的這樣 這主臥室 這戲比較少 所以 會用比較省錢的做法 所謂省錢 像這個有些是舊的 就是別的戲留下來的 我們會根據那個需要重點 去做分配 哪個場景是主要場景 就花多一點錢 老師那個植物的話 是有專門的公司嗎 這個植物因為不需要澆水 所以說 對我知道 我說他們有 也是道具公司的 這是道具的 對 植物也是道具神社 它有大大小小的 對對對 那麼如果是在國外的話 更專業喔 國外的話會有另外一種植栽部門 植栽部門 就是說 在國外的他們的 美術部門 會有另外一個植栽部門 就是說假設你的場景 你需要造景 花園 或者是有一些 庭園的設計 或者甚至是野外 野外的那個 就會由那個 造景部門 植栽 植就是植物的植 栽是同栽的栽 來負植 那有的是用真的樹草 那這個 當然是假的 因為比較不需要 不需要去澆水 這個如果是真的話 就算你澆水也沒用 因為沒有陽光 所以 我們都盡量去 因為現在也做得很像 很多很多原藝的東西 其實做得很像 用假的就好 所以 所以場景的東西 有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可以以假亂真的 你不可能全部都用真的 是不是拍完之後 可以修它的光線 那些 不然有些看起來還是假的 就會 因為沒有時間抹 因為我們 電視劇就是比較趕 劇本出來比較晚 然後 拍攝的時間也不太夠 所以 就 沒有辦法細修 不管是光線 沒有辦法細修 所以不會再修 對 沒有時間修 大致上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要播出了 那電影就不一樣了 如果 從它這個場景電影來拍 又是另外一種風嗎 整個橙色也會在很強 然後光園 什麼會弄得很像 大概是這樣 那你看我們的這個 這個二斤掛是用真的 用真的 用真的 水泥 老師它上面那個屋頂 是不是有特別的用處 這個東西 沒有 我說那個 兩個中間的那個 白白的 是不是要打光或幹嘛 這個東西是不是 你說白色特別白的 它是一個樓層的分界 樓層白 上面那個是天花板 這個 我部幕是要讓那個光銀秤 就是說假設是白天光的時候 它打下來 就是我整個陽光灑下來 金色陽光 對 因為你注意看 這個點 離絲瓜棚其實很近 其實很近 所以如果 沒有用這個 白色的布把 光線把它 弄均勻的話 到時候是一坨一坨的 欸 你就會覺得奇怪 明明太陽只有一個 怎麼四個太陽 你知道 你懂我意思嗎 那你把它弄均勻的時候 它就整個一個光線 這樣就比較自然 漂亮很雲稱 不會一坨一坨的 是好看的 雖然有點 有點 不是非常自然 可是它是好看的 你們看 29台也好 或者是30台 它出來光其實是好看的 是觀眾看起來很舒服的光 雖然不一定很自然 或很真實 可是它是好看的 雲稱 那麼拍起來 男女主角啊 演員都很漂亮 因為它的光就是粉粉的 它把光把它做在雲稱 它都是靠什麼 靠這種白色的布幕 然後或者是那個 那個苗圖紙啊 全景配合 你看現在窗戶都是 特別貼個苗圖紙 也是這個意思 就是光打進去的時候 是雲稱的 好 OK 往二樓全進 麻煩照一下 對 我以前學的是美術設計 就是美工科 然後也學過室內設計 然後 畢業退伍之後 就做了兩年的室內設計 然後再來就在光啟社 就做電影美術 做了一年 那時候拍16厘米 然後後來就考進台式 就做場景設計 按一下 可以按 我的轎車 好 都到了嗎 要分好幾車吧 來 趕快進來 請進趕快 這就是道具電梯 我們所有的布景道具 都是從這邊 那如果擠不去分兩次 好 暫時 好 可以了 其他的第二批 好 現在來吧 其他的第二批 其他的第二批 第二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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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像這個景 你總共從得到 你搭多少 沒有 我破世界紀錄耶 兩天嗎 沒有啦 正常的景 到二十天 從搭 開始搭到 修文室到成色完成 到二十天 我們都大概 十天 十來天就完成 好厲害 其實不好 因為 太趕的話會有一些 他說會拍多久 這個戲 這個戲 通常我們的戲拍三個多月 拍三個多月 六十六集 好 請進來 有一些 好可憐耶 好可愛 你這樣嗎 看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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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智路啦 會有那個 因為戲裡面就是講 這個好華麗喔 他們是在 法品公司上班 所以就会找划品公司来做置入 不然的话我们一般的道具公司 或者是我们电视台也不会有这些专业的东西 3D电视台不可能有这些洗法精那些东西 所以就会找真正的划品公司来做置入 他们也愿意 因为镜头会带到 他们也愿意 所以就 那他们要再另外付费吗 不晓得怎么谈的 就是业务部去谈的 但制度是不是都很严重 因为有都看很多节目 就是前面名字都会有什么 都挂名 那个对 现在制度都很严重 大陆比较严重 因为台湾的现在也都有 就是很多节目 对 设计的 对对对 一样同样的节目啊 对你们看那个第二张的 第二张 你们观察第二张的平面图 也是同样的恋爱邻居 就是男女主角上班的地方 你们要是有兴趣 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那个 晚上八点 或者是晚一点 夜猫子的话 十二点重播 我们可以看那个 这个灯可以开吗 在上面开 这个灯上面 现在一般的拍电视的状况 就是会有严重的教室的形象 那么各位同学现在看到就是说 有一个制度行销的东西 那这其实都可以说 就是说戏里面刚好在讲 属于这个法品的 就是头发 美法用品的东西的公司 所以我们就会找一家 那个法品公司 来做制度行销 那么他们会提供他们的 所有的 我们需要的东西来做呈设 这样才有办法把 整个法品公司的东西 能够布置起来 把它布置起来 所以各位将来 如果将来自己再拍片拍戏的时候 也可以做这样子去处理 就是找相关的来制度行销 否则的话你们光买这些东西 第一个要很花钱 第二个也不一定买得那么完整 好酷啊 这个灯是我的构想 叫以到我们的那个 三历的大副主做的 就是用吹风机来做灯 来这边看来这边 这边比较 这边比较清楚 这边比较清楚 这边看比较清楚 这东西做的那个灯 下面看一下那个保龄球 可是上面不是 法品世界法品公司 就是他们提供 这边线比较重要 就是说他们自己的 店面的东西 然后我们借他来 来做布置的 这是一个法式 永远这个空间 就当做一个小的站 老师你这个是 那个构想 可不可以 这个东西很有趣 这是我的想法 没有钱 有钱的话 我是希望是 它是一个长枕 跟短枕可以转 那我拍一下 可是因为我们台湾就很可憐 我们台湾就是做味道很低 只能有那个意思 但是做不到 把他推开那个想法 把他推开 这个如果在好莱坞的话 是绝对可以 让它变成 会动的 绝对可以让它可以动 我们可以把剪刀 有一种比较长的一个比较短 然后把手动都讲到 那没了 它可以看出那个形式 好困扮哦 气势 一样就是说 我都喜欢做一些穿透感 就是从这边 可以穿透到外面的进出 然后这边又可以穿透到这边 這個插插隊 這個插隊 跳零水跳後 謝謝 謝謝 有真正的室內設計的那個 就是邏輯是符合的嗎 基本上是這樣子 你先建構在一個合理性上面 你看現在的空間 有哪個地方不合理 也還好嘛 沒有說特別不合理 那麼在這個合理的情況之下 我們把它規劃出那個 那個穿透感 就是說我們是用鏡頭的概念 來設計 跟室內設計不一樣 室內設計是用人的那個 就是人體工學 就是它怎麼走方便 它的動線怎麼走方便 在那邊生活的一個起居怎麼樣舒適 包括陽光進來怎麼舒適 那個室內設計是否人 住起來舒適 那麼場景不一樣 場景也許你住在這邊會不舒適 可是拍戲起來很流暢 就是說我們考慮的是鏡頭 鏡頭的位置 從哪邊穿透 從哪邊帶 然後畫面會怎麼樣 是用鏡頭來看 在這邊講 這個就是故意 會議桌 你看用台電的這個 用做的 所以我們盡量讓它 現在有很多混搭的概念 混搭的概念 就是說會議桌也不一定要 硬當當的就是木頭 或者是鐵或玻璃的會議桌 會議桌也可以就是這樣子 去外面撿三個這個發電筒 然後用玻璃也可以 那各位注意看一下 會議桌的椅子 是什麼椅子 美髮 美髮 美髮椅 對 法郎的椅子 美髮椅 也是那個法庭公司提供的 然後 當然 這個原來不是要這樣子 因為臨時工作 照理原來這邊 因為沒有錢 整面就對了 要整面拉下來 這些種 投影是這樣投影 然後這邊 黑板 就是本來要用小學生的黑板 那一直做的 就太那個 本來這邊要黑板 還有什麼椅子生的 老師這個是什麼材質 蛤 這個是什麼材質 這個是做 仿的 用木頭仿的 用木頭做的 還蠻好笑的 綁那個那個那個 電台 對 我讓我看一下 來各位先過來 你們先過來 從這邊看 等一下去看 另外一個警察 你們才連得起來 好 好 各位同學來 盡量站在這邊 看這裡 看這裡 你看 我們的 在攝影棚裡面 因為它有一定的空間限制 那如果我們要搭兩層樓的 勉強 這個棚勉強 有的不行 有的勉強 這個棚勉強搭兩層樓的一個辦公室 好搭進去 因為我們要讓整個lobby 這個展示區 會議室 888等等 有一定比例的空間 所以呢 我們的攝影棚 到那邊就到底了 所以上去的時候 照理這個辦公室 上去的時候會有 這裡有一個 這個主管辦公室 另外有一邊是 那個 業務部的辦公室 走過去是 業務部的辦公室 可是沒辦法 因為門一打開就撞牆了 所以沒有辦法 再往那邊延伸搭真的辦公室 沒有辦法 他只能進出 門進出 那麼從這邊走過去是業務部 他也沒辦法 整個搭高 然後一大片當辦公室 所以 這是在另外一個 所以 對 我們就在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就在另外一個地方 去搭 等一下我帶過去 好 那麼各位同學 從這邊看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沒有 透出去外面的高樓大廈有沒有 這也是一個景深的穿透 就是我都不會 我都盡量讓它能夠穿透 能穿多透就透 因為你有這個玻璃 穿透到外面的高樓大廈 跟你只是一個牆面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哪裡不一樣你知道嗎 真實 如果你是一個 它不只真實的問題 真實也有可能只是一個牆面 也是真實 那你假如是一個牆面的話 這個地方就死掉了 死掉了 就是一個牆面 你假如 好 你現在看我這樣子 透過去的話 我這個地方就好玩了 我可以設定它的地點 它是一個在高樓大廈 我可以設定它是在野外 如果我後面是個山坡 有沒有 是一個草原 它就是野外 如果我後面這裡的景片是一個101 它就 就知道說 這是在細膩計畫區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我穿透 所以我可以打光 我可以在這裡面看到就是說 黃昏的 這個時候是黃昏的時間 或是早上的時間 或是夜晚的時間 如果只是一面牆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的時間地點 很難去 去從這裡面解讀到訊息 懂不懂我意思 知道 懂不懂 為什麼要穿透的原因 是這樣子 你可以 藉由穿透來表現 這個空間的地點 跟這個空間的時間 如果只是牆面的話 你就沒辦法 就是牆面 白天晚上也不一定知道 怎麼不一定知道 這邊 這邊 各位想像一下 你們剛剛走 走來的 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樓梯 無形樓梯有沒有 無形樓梯上來 走過來 然後那一個門 就是這個門 正面看到的那個門 是這個門 走到過來 對這個禁止的 然後 走到過來 那個門 就是通這裡 這是二樓 這個就是街剛剛那邊的二樓 街剛剛那邊二樓 所以 比例要一模一樣 比例要一比一的比例 對 同樣的門的樣子一比一 尺寸完全一樣 好 我們先進來看這個 業務部的辦公室 都進來 這是二樓 業務部的辦公室 我們就給他走 那同樣這個也是走 也是給他打光跟機器的位置 我特別做 我可以這樣子 打光跟機器的位置 外面這個 這個不是 這個不管 外面不會帶大 這是以前舊的 不要誤會 然後整個業務部的辦公室 我們就給他走工業風 凸顯 那個 視覺上的一個style 我們走工業風 走工業風 就是比較粗獷的 那個牆壁跟糧 就是像水泥的那個粗胚的感覺 然後再加一些管子這樣子 那包括那個 辦公室 辦公桌 就用這種工業的管子 來做區隔 一個小主管 兩個小職員 有業務部小主管 業務部小主管 業務部小主管 兩個小職員 然後那邊又一個 一個不大概是協議 或者比較大一點的主管 這樣子 那一樣我也是用這樣穿透的感覺 老師那這邊有沒有跟那個公司借的東西 有有有這些都是啊 你現在看到的這些什麼平平罐罐的 你們看到的 那個比賽的那個 這個不一定 這個不是 平平罐罐的都是 各位看到平平罐罐的那些罰品的設備 都是那個東西 包括這些也是 好 這些是器具 所以一定要找事物的東西 我可以幫你趕快去擺盤 這是什麼 是 好 這邊是製作的 這邊是製作的 你看這個 這個蠻有趣的啊 這個我們就用那個 鋼鐵有沒有 然後放個玻璃 然後就可以放櫃子 然後就可以判透 現場 是的 現在去抓你的 是 家中間有2萬7 4萬7欸 這個 她正確的 是假的嗎 老師那個是 老師那個剪刀那個是本來就有的嗎 這是他們自錄的 好特別啊 那是什麼 各式各樣的剪刀 這是自錄的 他們 只有你要拍的那個角落是正常的 其他會不會半個亂七八 所以這個看出來是大家 繼續退到這邊來拍 是他們的 大家不用拍那個角落 是這個意思 各位你看這個位置 你看 用鐵 鋼鐵 水泥 銅管等等元素 來塑膠工具 那個要怎麼架上去 那個要怎麼架上去 就是那個 鐵有沒有 這個包括做一個鐵盒子有沒有 這是一個鐵盒子 然後這裡是一個鐵盒子 然後再把它連上 鎖上去 對 再把它鎖在那個板子上 有看沒有那個支架的地方 這一定有什麼 這一定有什麼 看沒有什麼東西 你所謂便宜的 就是鐵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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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啊 你要是弄很多也不問題 不是雖然工業有工就比較便宜 一般的那個 所謂的塑膠器 或水泥器 然後耕耘 然後耕耘 出一整工業縫 這樣 那 工業縫這樣很尷尬 工業縫這樣很尷尬 很尷尬 很尷尬 所以沒有說 老師有去他們公司參觀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他們有拍他們公司 像沒回來 根本不能拍 很難看 爽 你們要想像 那拍起來是恐怖 所以我不理他 我們知道他的東西 因為他那個 對啦 有些東西他並不著重於那個 裝潢設計 就是還是要有美感 拍出來還是美感 它是傳統的 台灣傳統的產業 二樓延伸出來的 就是 就是那個 業務部跟一個 戶總的辦公室 那 我常常喜歡就是說 各位看一下 你把那個拉起來 有沒有 我們多這個空間 也是一個 穿透 不管打光也好 或什麼機器也好 多一個角度 不用的時候 就把它拉起來就好 總務部 有沒有 這邊可以穿透過去 對不對 穿透感 對 這邊還可以握進身體 對 裝潭 你看像這邊的話 雖然 不是透明的 但是 也是可以 可以讓光線進來 先讓他 如果沒有窗戶 也給他做 可以有光線進來 這樣他拍起來就會 光都會很高 所以那個 就是副里的房間 也是一樣工業風 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接近 他沒有那麼完全 整體的 他還是有點接近 就整個風格延續 整個風格延續 這邊還有小地方 就是 這在戲裡面就是 就是他原來就是 一個亂七八糟的嘗試 然後因為 女主角後來 後來被扁 扁那個官職 就到這個小辦公室來 還沒被搶爆 哇好可怕喔 這個頭髮 這個很生活化嘛 對不對 有些就是 儲藏室的辦公室 將來會當一個想辦公室 所以不用怕聯繫的問題 就對了 蛤? 就不用怕聯繫這樣 就亂亂的 他會改變 他會改變 就是他原來是一個 是個儲藏室 然後他的部門被點 然後主管更糟糕 主管就小主管就窩在這個 這個儲藏室裡面 這將來會有個主管 在儲藏室裡面 就是還沒弄出來的 對 戲還沒走到這邊 預留 兩個空間是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對 是給他 預留的 預留機器跟打那個光 嗯 他也可以這邊 有一個角度拍嘛 走下來 所以老師這個就是經驗的關節 對 這個是經驗 拍戲的經驗 所以就是說生活空間跟表演空間的差別 就是這些東西 你看他們提供的東西真的蠻多的 很可怕 很可怕 可是就是有這些東西才像 要還他們嗎 對 所以應該要還 因為要這些 老師這個是什麼 我看到好多地方都有 我也不知道 是那個公司的東西嗎 是那個公司的東西嗎 那公司沒錯 可是我們不曉得那個在弄出來 那個公司裡面的茶水間 跟一個小咖啡 想休息區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其實是在上一檔戲 有一檔戲 有用過 大概繼續用 它就是一個 英國的 那個 然後冰下來 它是一個冰箱 這樣 高級 那個冰箱 高級冰箱 對啊 那個冰箱看起來有高級 對啊 高級冰箱 特別讓你 英國的電話廳把它弄起來 應該是冰箱 啊 會這樣嗎 恭喜 這樣這個 角落 就有一個量子 帶過來 就有一個量子 就是 有些時候在設計裡面 要有一些僑石 這裡是僑石 對 然後 各位轉頭看 就是從這邊帶過去 也可以穿透三個點 三個空間 會穿透 好 好 那 也就是在這邊 坐在這裡 喝咖啡的時候 鏡頭在那邊攀過來 可以知道那邊的攀台 整個戲劇的動作 很簡單 就在鏡頭上 就很好用 有人說我會拍位嗎 對啊 鏡頭上就會很好用 那這邊 這邊講話 那邊就誰進來 然後畫面上 就有一個成長的情況 之類的 所以就需要 去調節畫面 你都 你跟畫面 都完成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主板的辦公室 都延伸過來一個小空間 這邊 好 這邊一個小空間 好 這邊一個小空間 好 這裡 那你注意看這裡又 這裡辦公室又透到那邊有沒有 好 這個可以打開嗎 可以 對對對 對啊 好 這又是一個小 小主管的 應該不是小名管 這是大老闆的辦公室 這是大老闆的辦公室 護手的辦公室 它可以 鏡頭上這邊又可以 透 門口 透右邊 透外面 這邊又可以透外面 然後 它的元素 為了讓它有一個統一性 它就會 所以 有一些東西是相同的東西 表示它是在同一個 風格 同一個公司 同一個設計師設計出來的 也是這樣的櫃子的概念 所以這個椅子很貴齁 對啊 這個椅子滿貴的主管椅子 它這個也用了好幾次 哈哈哈哈 用了好幾檔次 很好用 很好用 用了好幾檔次 包括這種 電腦 電腦 也是 場上提供的 也是場上提供的 也是場上提供的 好 它不會再拿回去對不對 不知道 這個應該不會拿吧 不曉得 它很多東西我們都用了 很多次 很好用 但是讓觀眾看不出來就是 非常 那個是 也是場上提供的 好不好 因為我們是 學這個 設計 學劇場 學影視 我們不是觀光客 所以我們看一下門道 那門道在哪裡呢 你們看一下你們那個圖 第二章 你們對一下 你們有沒有 看不懂的 你們的 你們現在站在哪裡 你們是不是知道 知道 在那圖的哪裡 這裡 黃色的 展示圈 的旁邊 應該叫做 會客下藍區 對 會客下藍區 你們看一下會客下藍區 然後看一下樓梯 在哪邊 在你們 你們就對照 就是 平面圖的部分跟 你們實際上看到的部分對照 門在哪邊 窗在哪邊 然後柱子 有兩個圓柱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兩個圓柱 嗯 這兩個有沒有 在平面圖上有沒有看到 有 這個 特別貼那個輸出有沒有 來 來表示這是一個畫廊 是一個跟頭髮造型有相關的行業 就是說 我們在場景設計裡面 要運用符號 來定義這個空間 有沒有聽懂 一種暗示 對 一種暗示也好 或是像這樣 有沒有 這是門道 所以這就是 反正這邊就是辦公室 對 這兩個柱子 或這些擺設 就是定義這個空間 它帶過去 你們要是用相框 OK 你們可以用相機這樣看的時候 它的那個層次是有的 不會平平的 你們把你們的手機的相機 當做camera 這樣來帶就可以知道 它的那個空間是穿透的 它的色系是有統一的 它不是 它算東西很多 可是它亂中有序 在配色也好 造型也好 它是亂中有序 就不會覺得亂 東西多 但是不會覺得亂 它有一定的一個 一個tone 一個調子 懂不懂 還有造型 圓的有沒有 上面這個圓的有沒有 跟這個圓的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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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所以在造型運用上的呼應關係 看起來才會舒服 有時候你這樣 喔喔喔喔 什麼原因其實是這些東西 那你喔喔喔這樣子 是它有這個感覺 這個東西 也許你 老師沒有講 你可能沒有去注意到 但是你有感受到 現在老師提醒你們去注意到 有沒有 圓的呼應 天花板圓的呼應 這邊的圓 樓梯的圓 圓的呼應 然後再用其他方的東西 來蹭動圓 所以老師像那個噴沙 也是故意去弄的 對 噴沙故意弄 噴沙弄的有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要凸顯這個logo 一個是 那個反光的問題 我們拍攝的時候 CAMELA跟燈光最怕玻璃 反光的問題 對會有反光 或者是說你穿幫 你的機器會被拍過去 看到你自己 因為你機器拍的時候 會有亮那個紅點更明顯 拍到自己 好 像電視如果拍到穿幫也是 不能用 不能用 當然不能用 變成笑話 那是專業上的笑話 你要怎麼維持 目前 目前這種搭個固定器的話 通常不需要特別維護 除非有去 有去被裝到哪邊裂開 沒有啦 用這個摸 用這個 你有沒有木頭 不會啦 那還早 三個月就解決啦 哇 三個月就錄完啦 好 進來一點 哈囉 進來一點 我們還是分兩批 OK了嗎 好 這第一批 先不要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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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喔 皮膚好好好耶 進來 好吃 好 看魚仔 好 好 先給我看鏡喔 這樣子 還是看ceğ Zuschauer 你不要動 這麼香 50 你看 pa 我們要去旁邊就來了 老婆會有拿過的茶店 比較鄉下的 有沒有 阿里亞這個茶店 好可怕的 阿里亞這個茶店 你看我們也都用蒸的 就是他真的慈喚 所以我們就去看電視 剛剛那個人 一位在家會去看電視 然後因為 因為攝影棚的空間太小 所以 遠的地方就用去不出來 然後 這道的東西是人 做出來的鮮水 它還是空氣 它還是空氣 哇 阿這個就是我們拿去當會議室的電箱 是不是 電的電箱 對 電的箱 對 電的箱 好 好 一樣那個 那個 小花 然後 空間不夠的話 延伸到 後面 有沒有 鄉下的 遠方的那個 鄉下的場景 這個樹也是假的嗎 當然 不可能講 這個樹 當然是 這個樹也講的 它不可能是真的 真的花 它沒有人 太近 平原拍的話其實還好 而且 我們拍戲的時候有那個焦距 對在你的臉 所以它那邊看起來都霧霧的 後面比較霧霧的 看起來更真 這邊感覺看過去很穿透 這邊感覺看過去很穿透 有沒有 剛好它交接的地方 它現在在拉著就像一條馬路 夠了嗎 像一下 其實它 那這樣就像一個小馬 有有 帶過去就很像 對對對 所以你要用這樣一腳這樣稱 對 這1比1這樣子 有沒有像一個小馬 有啊有啊 所以帶過去就 有 這邊也一樣 有限的空間 有限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有 對 我們這裡跟這裡中間 這一小塊 是像個小馬 而且它空間 它在畫面上看起來還蠻大 那像那個植物的那個土 有的可以用蒸的啊 有的是用木屑 就是還是可以用土把它弄上去 對對對 然後再蓋那個落葉這樣 就是土啊 像石片是真的啊 有些 有些本來就可以用蒸的啦 就不用擔心 不用蒸 好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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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雖然我很喜歡她 但是 我不准它破壞我的家庭 啊 是嗎 我啊 沒有 因為啊 我只要把你留在我們家裡 已經做成我們爸說我們要困了 對 反應 反應 不講話嗎 走 走 走 去昨天那場嗎 那個 還沒 還沒嘛 反應嗎 反應 然後大家再看你一下 去 再頂個頭 對 了解的意思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再放 看放這個 好好玩喔 好 好 大概就是三重三立三重攝影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每次拍戲就是 大概三個多月會換一檔戲 就把這個裁掉再搭戲 那我們剛看的這個秦家是固定的 因為他是每天播的固定在這邊 大概是這個情況 這就是我們台灣辨識作業的一個 場景美術的一個狀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真的嗎 有沒有什麼感想 很棒 超酷 酷 酷酷啊 有 真的 真的很短 要把它做起來 可能 將來各位 畢業之後 進了職場 也就是 可能也會面臨這些實際上的問題 公司有沒有缺人 只是 只是告訴各位就是說 也不用怕 其實都是做得到的 重點抓到的話 其實 就是做得到的 OK 還沒什麼問題 這個 你們是劇本跟分鏡 進行到哪個程度 可以開大集 沒有 我拿到大綱 就差不多 就可以開大集 那他們分鏡 就是剛才不是有一些 鏡位 就是 機會擺放位置 就是在 就是你擺的時候 就知道 攝影機會放位置 對 公司 這是經驗 所以就先擺好 然後才跟攝影 和導演說 可以 對 剛剛有人問說 是在什麼狀態下 是劇本出來 然後分鏡 確定之後再來設計嗎 其實 其實沒有那個時間 第一個 劇本出來很慢 有時候我是在 是大綱出來 就要設計 那麼其他的部分 就靠我自己 多年的經驗 然後考慮導演 跟攝影 跟燈光的需要 去把它做出來 這個是需要經驗 其實完全靠經驗 那麼 講比較荒謬一點就是說 其實這個完全跟理論 背道兒子 我們在學校教的 我們在學校教的 一定就是說 什麼看劇本 劇本分析 什麼東西 實際上 沒有 實際上就是 給你講個大列的概念 他故事的方向 男女主角的個性 他的家庭背景 然後接下來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也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 他只是個大綱 他講的 就是大綱 然後我們就要去做設計 這完全是要靠老屁股的經驗 這個有一點 怎麼講 就是說 全世界我在想 全世界大概就只有台灣 所以 台灣是這個現象 為什麼台灣的這個前世 這麼多 這個很複雜 這個就是說 一來是電視台本身 他的 一檔戲一檔戲的 的一個牌的一個策略 台灣的戲很特別 就是說 尤其是八點檔 他會根據時事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 也不想也不需要 一下子拍很多 他會根據時事 假設你們 你們可能比較少看 假設你們現在有看 二十九台的 甘惠人生 前兩天我都看到他在講 那個食安問題 是什麼東西 那個有什麼黑心油 什麼之類的 他會根據時事 來調整 所以他劇本 大概是前一兩天 才出來 他會根據時事 所以你沒有辦法 預先去做什麼 民主來講 他是有一點 反理論 他是一個很現實的東西 他反理論 所以 所以有些時候 我在學校 課堂在教的時候 其實很矛盾 所以我就在講 理論是這樣子 整個事實上出來都不是 可是你沒有知道 這個理論又好像不對 可是你沒有知道 教這個出來 不一定用得到 可是你說他完全用 他理不清楚 他這個理論 其實還是用得到 只是看你怎麼 在很快的時間內 去轉化 轉化而已 比方說 那個風格 工業風格 然後造型的整合 這個都理論 都是用到的 只是說你怎麼在短時間內 把它用出來而已 那這個需要一點 經驗跟巧思 跟巧思 所以 所以 如果太 你的腦筋 你是一個非常 很乖 很乖 很循規道 很傳統 你就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要一點點 不乖 不勾矣 然後翻傳統 老師拍到一半 會不會有 就是在進去 再弄東西的狀況 進去的 你的部分 美術的部分 比較少 比較少 大概就定了 小調整是他們現場的 自己弄就對了 現場的那個道具 盯場的道具 會很容易自己弄 老師如果按照時事的話 是不是 陳氏自己的場 對 對 那就管理 有一些 對 按照時事的話 可以提高電視的品質 會 會 我講的按照時事 主要是 台灣台八點檔 或者是民視的那個八點檔 是跟 其他還好 其他有些偶像劇 他就照自己走 不一定要根據時事 是這樣子 所以 很複雜 而且現在拍戲 又牽涉到 置入性的東西 他不是那麼單純 就是說不是 我們在學校講的那麼單純 就是看劇本 然後解讀劇本 然後什麼什麼 很精準的去 去Focus在 我們 要的東西 他這個還會牽涉到說 那個 置入 置入進來的時候 你就會 發現說 啊我明明 我明明桌子上 不要把一個 奇怪的 一個 一個 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他因為有置入 他用一個 一個 一個怪異的玩偶 或什麼之類 或一個 吉祥的 因為他的資料 就是商業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會質疑就是說 當一個資本主義到 那麼恐怖的時候 對 藝術創作 產生很大的影響 或是對傳播媒體 產生很大的影響 就好像說 你們各位 現在注意看 那個 很多電視台的戲劇節目 他會 關明 有沒有 畫面很難看 而且你練起來很難看 什麼 隨便講 愛麗絲 愛麗絲內衣 然後什麼 愛麗絲 愛麗絲內衣 然後 親愛什麼東西 就是說 你會把它混在一起 還有什麼 日曆冷氣 甘慰人生 奇怪 這是資本主義 介入之後的 這種辯論 可是 你沒有這些錢 你都沒有辦法拍攝 因為現在的廣告 很難拉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廣告商 他也知道 我們看電視的廣告 可能就轉彈 可能就轉彈 所以他覺得電視的廣告 傳統的這種 電視廣告的效益很低 而且現在人都是 大部分都看電腦 所以他有一些 預算會播到網路上的廣告 所以這邊相對的 預算就很低 比方說以前拍這部戲 廣告可以有一集 可以有一百萬進來 來讓我拍戲 可是現在只剩下五十萬 或者四十萬 因為他把預算 播到別的媒體 那剩下五十萬 或四十萬 我還要 我還差五六十萬 那我只好 拉官名 或者是 或者是置入 來補 這是有點悲哀 可是沒辦法真現實 就是說將來 各位 畢業之後 走到這個行業 不管是劇場行業 或者是電影電視行業 可能都會面臨這個問題 可能都會面臨這個問題 那也不用太悲觀 他還是 就是我們還是有一定的空間 可以發揮 你看老師 在這樣擠壓的時間 預算空間 還是可以發揮得好 還是可以回應得好 這個也不用擔心 就看著我們 生存 生命自己會寫腳 好 準備 好 有了什麼問題 還有什麼感想 生命會尋找自己的出入 對啊 好吧 那我們就下課囉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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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